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龙老师 欢迎学习新版的Scratch 3.0 从入门到精通的系列课程 这节课咱们的主题是超级画笔 我们将用程序编写一支超级画笔 这支画笔可以画出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不同的色彩 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节课的程序效果 点击逾期运行程序 鼠标放到舞台的空白处 然后点击鼠标左键 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 出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颜色 颜色一直在不停的改变 而且这些颜色在跟随鼠标移动 好,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完成的程序效果了 是不是特别的神奇呢 接下来我们双击鼠标左键 打开Scratch 3.0 来编写这个程序吧 打开之后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将小猫删除掉 点击小猫头上的小垃圾桶 让它回家去 接下来我们需要添加一个舞台背景 这节课的舞台背景需要我们自己动手绘制 来到右下角的图片圆圈圈 第二个叫做绘制 是不是像一个小画笔呢 我们点击一下鼠标左键选择它 接下来我们需要再点击一个按钮 就是这里了 转化为位图 这个按钮用鼠标的左键点击一下 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填充工具 就是这个像油漆桶一样的工具 点击一下 然后呢 我们需要选择填充工具的颜色了 填充的右边有一个颜色 点击鼠标左键 选择这个颜色 我们将它的亮度调整为最黑 往左滑动 一直滑到最左边 亮度为0的时候 就是最黑的黑色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在舞台背景的空白处 双击鼠标左键 这样子舞台就变成了什么 全黑色了 好 舞台呢 我们绘制完毕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添加角色 咱们这节课的角色呀 也是要自己动手绘制的 右下角的小猫头 第二个小画笔绘制 我们点击鼠标左键选择 然后呢 我们要绘制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选择画笔工具 选择画笔的填充颜色 点击鼠标左键 接下来呢 将亮度调高一些 然后呢 选择一个特别亮的颜色 好 就它了 然后在画板的空白处 随便点一个点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舞台的空白处 是不是已经出现了这个小点了呢 这个小点呢 是不是特别像我们画笔的笔尖呢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要用这个笔尖的小点来画画了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编写这个程序 点击代码 那么第一个程序呢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来到事件分类 当棋子被点击的时候 我们需要触发一个事件 那么这个事件是什么事件呢 它一定是跟画笔相关的事件了 那么画笔程序在哪里呢 我们之前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那么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寻找它吧 来到屏幕的左下角 有一个叫做添加扩展 点击鼠标左键选择它 第一个是音乐 音乐呢 我们之前学习过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画笔了 我们点击鼠标左键选择它 这样子画笔分类就出来了 在画笔分类下面呢 全部都是跟画笔有关系的程序模块了 好 当棋子被点击的时候 首先呢 我们要用到全部擦除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老师说一下 我们在黑板上要想写字的话 如果以前写了很多的字 那我们新写的字 是不是就是没有地方写了呢 对了 我们是不是要把以前的字 先擦除 然后才写新的东西呢 没错 那全部擦除的作用呢 就是帮我们擦除之前所写的所有的东西 同学们明白了吗 接下来的第二个模块呢 我们要用到将笔的粗细设定为1 这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的笔尖现在是一个小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程序模块呢 将这个笔尖缩小或者放大 将笔的粗细设定为1 如果输入的数字比1大 那么笔尖呢 就会放大了 那如果输入的数字呢 比1小 那么笔尖呢 就会缩小了 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到将笔的颜色设定为50 颜色的旁边呢 有一个向下的小三角 我们点击选择 选择第三个叫做亮度 将笔的亮度设定为50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作用呢 就是要将我们画出来的颜色的亮度调高 这样子看起来特别的闪闪发光 鲜亮 好了 第一步的画笔准备工作呢 我们已经准备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看第二步 同学们刚才看程序效果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呢 我们在屏幕的中间是没有这个小点的 如果没有这个小点的话 根据我们以前所学的内容 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将它隐藏起来 隐藏在外观分类 选择隐藏程序将它拖动出来 然后放到一块 接下来呢 我们再参考刚才看到的程序效果 我们的画笔呢 是不是一直跟随鼠标移动 鼠标来到哪里呢 它就画到哪里 这样子的话 根据我们以前所学习的内容 需要用到一个重复执行 因为画笔一定要重复的跟随鼠标移动 来到控制分类 重复执行 将它拖动出来 那么画笔一直跟随鼠标移动 那么这个程序模块在哪里呢 凡是移动 一定是跟运动有关系 点击运动分类 第四个叫做移到随机位置 我们将它拖动出来 然后呢 看到我们的老朋友了 有一个向下的小三角 点击选择鼠标指针 然后呢 将它放到重复执行的里面 好 因为是重复执行 跟随鼠标移动嘛 跟我们之前所学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 笔尖呢 也隐藏了 并且呢 一直跟随鼠标移动 接下来呢 我们要实现的效果就是 按下鼠标的按键 然后开始画画了 那么这个程序该怎么编写呢 我们需要用到如果纳末 如果我按下鼠标的按键 纳末我就开始落笔画画 好 来我们看到控制分类 有一个如果纳末将它拖动出来 然后呢 来到侦测分类 有一个叫做按下鼠标 他们俩的形状是一样 根据我们之前所学的内容呢 是可以放到一块的 如果按下鼠标 那么干什么呢 我们来到画笔 那么就落笔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按下鼠标 那么就落笔 我们自己在画画的时候呀 是不是要把笔放到纸上 才能画出东西呢 那么这个呢 叫做落笔 如果我们将这一笔画画完了呢 是不是要将笔抬起来 那么这个叫做抬笔 那么这个程序的主要意思就是说 如果按下鼠标的时候 那么我就开始落笔画画 好 那么这是一个重复执行的动作呢 还是只执行一次呢 根据我们刚才的程序效果来看的话 一定是重复执行的 因为画笔呢 一直跟随鼠标 只要我们点下左键的话 它就一直在画画 好 将它放到重复执行里面 接下来我们先测试一下 第二阶段的程序效果 点击绿旗 点击鼠标左键 好 鼠标呢 已经可以完全画画了 那么证明我们第二阶段的程序 是编写的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写第三阶段的程序 先暂停一下 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我点击鼠标 鼠标开始画画 但是我松开鼠标之后呢 它就会停止 那在我们刚才第二阶段的程序当中呢 是没有办法去停止的 那么这个程序该怎么编写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控制里面的如果纳末 否则 我们将如果纳末也拖出来 放在一边进行对比 如果纳末 否则呢 比如果纳末多了一个否则 那么它的功能呢 就会比如果纳末强大了很多 如果什么 纳末什么 否则什么 如果今天下雨 纳末我就带一把伞 否则我是不带伞的 证明它是没有下雨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来编写一下这个程序 如果我按下鼠标 那么我就落笔 否则呢 我就抬笔 将它放到否则里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按下鼠标的时候 那么我就画笔落到了画纸上 否则我就没有按下鼠标 没有按下鼠标的话 证明我就是在台笔这个动作 好 同学们明白了吗 我们将它放到重复执行的里面 将如果纳末删除掉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滤旗 按下鼠标左键 一盒 一个钉老头 欠我俩鸡蛋 我说三天还 他说四天还 再来一个大鸭蛋 好 跟我们想要的效果呢 是完全一样的 好了 超级画笔的第一课呢 就讲到这里了 同学们可以尝试着将画笔的粗细 再加粗一些 或者添加自己喜欢的画笔颜色 再做一个类似的程序吧 好 那么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同学们下节课再见 See you 再见